如何投资才算成功?成功投资是每个人都梦寐以求的目标,但要达成这个,目标并非一蹴而就。 投资成功需要长期的规划、坚持和纪律性,这其中蕴含着许多值得深究的道理。 首先,成功投资需要具有正确的投资理念和目标。 投资是为了赚快钱,缺乏长远的思考。 事实上,投资不应该只是为了获取短期利润,而是要以资产的长期增值为最终目标。 我们需要认清投资的本质,即透过合理的风险承担换取长期的稳健收益。 因此,在开始投资之前,我们必须先明确自己的投资目标,是想达成退休理财、孩子教育基金,还是其他财富增值目的。 有了明确的目标,我们才能制定出更加符合自身需求的投资策略。 其次,成功投资需要充分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。 投资本质上存在着各种风险,包括市场风险、信用风险、流动性风险等。 如果投资者对这些风险缺乏应对能力,很容易遭受重大损失。 因此,在进行投资前,我们必须全面了解不同资产类别的风险特征,并根据自身的风险承受能力来合理配置投资组合。 同时,我们还要时刻关注市场变化,并制定相应的风险管理措施,以降低潜在损失。 例如,设置止损点、分散投资、动态调整投资比重等都是很好的风险管理方法。 良好的风险意识和风险管理能力是迈向投资成功的关键。 再者,成功投资需要持之以恒的纪律性和耐心。 投资是一个漫长的过程,很少有一夜暴富的捷径。 即使投资组合的收益率在某些阶段可能出现波动, 只要我们坚持长期投资理念,并保持纪律性的投资行为,终将能够获得理想的回报。 相反,如果我们过于追求短期利益,轻易被市场波动影响情绪, 就很容易陷入盲目买卖的陷阱,最终导致资产的大幅流失。 因此,保持冷静、理性的投资态度,坚持定期定额或定期调整投资组合的方法, 是成功投资的必由之路。 另外,成功投资还需要持续地学习和积累经验。 投资市场瞬息万变,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中取得优势, 单靠初期的知识和经验是远远不够的。 我们需要时刻关注经济形势、政策走向、行业动态等各方面信息, 并结合自身的投资实践不断总结经验教训,不断提升专业能力。 只有这样,我们才能做出更加精准和稳健的投资决策。 同时,我们也要善于向他人学习,向更有经验的投资者请教, 汲取他们的宝贵经验。 唯有持续学习,我们才能提高投资眼光, 增强投资直觉,最终实现投资的成功。 此外,成功投资还需要良好的心理素质。 投资过程中难,免会遇到各种挫折和失败。 如果我们缺乏承受能力和应对方法, 很容易陷入情绪的泥沼而做出错误决策。 因此,我们要培养自己的心理韧性, 学会接受失败,保持乐观和希望。 同时,我们也要建立科学的决策机制, 避免情绪因素的干扰。 只有拥有良好的心理素质, 我们才能在投资路上保持定力, 最终实现成功。 最后,成功投资需要合理的财务管理。 良好的财务状况是进行投资的基础, 我们要确保在进行投资时有足够的资金, 并保持适当的现金流。 同时,我们还要合理控制投资规模, 避免过度集中投资而造成财务风险。 此外,我们还要建立完善的投资记录和分析体系, 定期评估投资组合的绩效, 及时调整投资策略。 综上所述, 成功投资需要具备正确的投资理念, 充分的风险意识, 持之以恒的纪律性, 不断学习和积累经验, 良好的心理素质以及合理的财务管理。 这些都是通往成功投资的关键所在。 投资之路虽然充满挑战, 但只要我们坚持不懈, 定能在金融市场中开创属于自己的成功。